那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 也谢谢市长跟市务的团队 还有我们整个工程人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不眠不休的在这里 维持畅通的交通 而且打通这个路段 在市长谢国良的陪同下 行政院长卓榮泰来到新峰街 发生走山的现场 视察风灾后的附建工程 包括立法委员王振旭 多位基隆市议员都到场来关心 市长谢国良特地感谢卓院长 指示中央相关单位 提供灾后附建协助 行政院长也肯定市府 不眠不休的积极救灾 也承诺在复原经费方面 中央会全力跟地方来密切合作 因为就是降价历史以来最高的降雨量 被各地其实都崩塌的很厉害 那这个真的很有需要 请中央来协助 那首先我要感谢中央 包括院长 还有内政部 还有包括国体管理署 还有消防署等 调派了很多的 这个各地的这个资源 包括器具人力 那也有包括 包括四个直辖市 包括新北台北台中桃园 还有新竹市县都在中央的指示之下 来给我们大力协助 我在这边要公开的感谢卓院长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那也要跟院长报告 因为这个土石摊放的很严重 所以本府也拟定了短期大概有2.16亿 长期2.84 2.88亿左右 一共4.8亿的这种灾害恢复的预算 那本市呢 目前也这个紧急的去调整了 本市目前这个年度的相关的预算 让我们在这一次灾后的应付 可以达到1.6亿 这个是在我们目前的税出 250亿左右的规模紧急调整出来 是我们本年度的 那明年度我们也把我们的灾害准备的预算 拉到了4.4亿以上 但是可能这中间真的是还有很多中央需要协助的地方 还请院长给我们基隆市跟基隆市民大力的协助 再次的谢谢院长 在礼拜五发生这么严重的过程里面 我第一时间就反映给卓院长 务必请卓院长在最快的时间 能够到现场来协助 如何勘灾 如何能够让后续整个基隆市民 不管是在灾后的重建或者是各方面都能够透过好的方式 来协助基隆市民能够尽快回复该有的生活 那也真的非常感谢卓院长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现场来 有挪用出的预算或是灾害准备金助理 不足的部分我们还有中央还有移缓即及的 我们还有二倍金 甚至明年还有需要 明年的预算我们还是宽列 核定在中的还有 但是希望能够紧速的把工程完成 那预算经费的问题 中央地方合力的来解决它 我希望中央地方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状况 由地方先行处理 我们随后一定就各个优先顺序 做有规划的来处理跟了解 那地方能力财力上有不足的 我们一定从人力跟各方面来做支援 建立这样一个中央地方合作的模式 是要让市民觉得安心 天灾不可避免 但是合作一定要完成 另外市长谢国良跟行政院长卓荣泰 环境部长彭启明 也前往视察环保局清洁大楼附近 边颇严重塌陷的问题 环境部表示将积极协助基隆市环保局 那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受损 第一个是反化炉 目前还可以正常运作 不过我们会违请 自来水相关单位能够赶快 把这个赋原起来 能够让我们的分化炉可以继续的运作 那第二个是受损的这个工作的车辆 刚刚我特别提到食物量 包含了行动公车流车 那其实我们环境部跟各县市环保局 都有一个群组已经都在调拨了 那这个调拨是应急 但是我们未来也希望基隆市环保局能够提出申请 我们会妥善的先环球会资源 未来会帮忙这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我们还会协助的就是这个道路 进场道路的边坡 道路的修整 这个我们环境部也会全力来支援 这次山土尔台风来袭 降下基隆78年以来最高的单日雨量 市长谢国良说市府积极进行各项复建工作 也感谢中央伸出援手 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让市民朋友能尽速恢复日常生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